刘强东案美国警方反击灾救灾在一件事情上 中国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涉性侵被抓后 他的律师表示99%的可能不会被起诉 美国警方可能要道歉次日明州警局反击 公布刘强东案的报告显示 刘强东是涉嫌一级强奸重罪 该州检察官发言人称 尽管美中没有引渡条例 但美方可透过国际刑警组织抓捕嫌疑人 时事评论员文昭认为 刘强东这事要是发生在中国也和朱军一样 最后不了了之 因为他们是特权者高普通民众 一等但在美国这行不通 宁州警局4日公布 刘强东案的报告显示 刘强东是涉嫌一级强奸重罪 ZSCOE Criminal Sexual Conductor Rape 是当地性犯罪 一至五级中 最严重的一级属于重罪 一旦提起公诉如罪名成立 最少判12年 最高判30年 此前刘强东的代表律师格雷尔格瑞 表示刘否认有不当行为 预计他被起诉的机会可能性很低 刘强东委任的美国律师 弗里特贝克 佛里特贝克 此前也表示 如果指控属实警方不会隔天就释放 刘强东而且是毫无限制条件的释放 通常这意味着刘强东不会遭到起诉 他也坚信刘次后不会受到任何起诉 有报道说不过当警 方报告公开后 弗里特贝克表示无可置评 并马上挂断电话 京东方面也表示 目前没有新的回应 尼尼苏达州 亨妹平均Heneming County 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 拉扎斯基 Chak Lashetsky 5日上午向世界日报表示 京东商城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刘强东涉嫌强暴案 是否控罪最快将在本周内决定 他说一旦需要被告档案 尽管美中没有引渡条例 但美方可透过国际刑警组织 Interpol 抓捕嫌疑人 我们有很完善的系统 而且我们以前做过拉扎斯基 称检察官拿到报告后 会有三种可能发生 首先就是直接将嫌犯控罪 其次证据不足 不予控罪 还有第三种情况 就是检方将案子送回警局 要求补充更多资料 美国加州黑斯廷斯 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 David Levine说 对于受到这么严重 指控的嫌疑人 警方将他释放 非常非常奇怪 David Levine是刑法方面的专家 由于中美两国没有引渡条约 Levin说 如果美国当局指控 刘强东 并发出逮捕令中共 可以拒绝交出他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 明尼阿波利斯的亨内平线检察官 可以要求FBI向国际刑警组织 发布红色通缉令 该通缉令要求成员国定位 和逮捕某人 中国和美国都是国际刑警组织的 成员亨内平线检察官 办公室发言人 Chocleshevsky表示 如果有必要 该办公室将获得对留的逮捕令 并补充说 该办公室有负责办理引渡的人 网传刘强东案 第一知情人详述史莫来自大陆网络上流传的微信公众号 北美留学 生日报的一篇文章 截图透出更多刘强东涉嫌性侵案的细节 其中叙述的案件史莫与此前的各种猜测 都有所不同 根据文中所述 当地时间8月30日晚 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女学生小A化名在学校一名崔幸副院长的劝说下 勉强参加了刘强东的宴会为安全起见 他还拉上了一名男同学小B一起出席 晚宴上小A被特意安排 坐在刘强东身边还被大量劝酒宴会结束后 小A上了刘强东的车 他在尝试下车未果后拒绝去刘强东居住的酒店 当晚11点左右 刘强东将小A送回他租住的公寓凌晨2点 多小A用手机联系小B声称 想把刘强东送走小B赶到小A的公寓后觉得事态严重 于是用手机报警赶来的警察冲进公寓 将刘强东带离现场爆料 说警察赶到后小A的第一反应是稀释宁人 次日还尝试和刘强东联系 只想要一个道歉 最后在校方建议下小A才选择诉诸法律 文昭刘强东和朱军都是特权阶层 这是在中国啥事 没有时事评论人士文昭 在自媒体中表示前一阵子 有央视前实习女生爆料 趁被著名主持人朱军委屈 在报案之后有警方人员对他反复规训导 并拿出他父母进行威胁 文昭认为刘强东这事要是发生 在中国也和朱军一样最后不了了之 刘强东虽然不直接是体制内的人 但他这个级别的商人有广泛的人脉 而且京东股价事关很多中共官僚的利益 自然有人为他打电说话文昭指出政界 商界拔尖人物 演艺界和其他有大范围社会影响力的人 还有他们的家人都是特权阶层 特权者犯法也不与屁民同罪 我们和他们的人格就是不对等的 他们就是高我们一等 阿波罗网零一综合报道